老师好,我是静恩 我的华文老师总评价我的华文作文像英文 可是我的英文老师总说我的英文句子有问题 像是用华文写的 我总觉得我在学习华文和英文的时候在互相干扰 不知您是否有任何改善以上情况的办法 谢谢 静恩同学,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 因为这正是本地很多同学同时学习华文和英文所碰到的最大困扰 那语文之间互相干扰是对于学习者很不利的因素 我建议你在写或者用电脑打汉字的时候和说华语的时候 只允许自己以华文的方式思考 千万不要不自觉地以英文思考 反之则反 你在处理英文和说英语的时候 一定要让自己以英文的方式思考 换句话说 你的脑子里有两个分开的频道 一个是华文的频道 一个是英文的频道 是两个互不干扰的双身道 还有一点很重要 你一定要坚持讲华语的时候 写华文的时候 绝对不要掺杂英文或者英语的词语 写英文讲英语的时候 也要坚持用纯正的英文和英语 今天同学 只要你坚持这个纯净语文的大原则 一段时日 可能是三几个月吧 你就能够彻底地解决 中英文互相干扰的问题 你也会因此终身受益 我相信以你的聪明才智 只要认清方向 继续努力 你一定会成为精通双语的人才 谢谢 再会